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3年6月20日清晨 一位六旬老人抱着一个年幼的孩子 来到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 霸桥分局实力部派出所报案 老人说自己叫陈淑珍 怀中孩子是他的孙女 报案时陈淑珍神情激动 开口便向民警提出的一个奇怪的要求 这样的要求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既然是退 那极有可能涉及到买 可买卖孩子是违法的 民警觉得很有必要先了解这个孩子的来龙去脉 在民警面前陈淑珍道出了自己的补充 他说买孩子也是迫不得已 目的就是为了给小儿子鸿刚延续香火 陈淑珍说 自己是陕西省蔚南市化县人 20年前便与老伴来到西安收废品 两个儿子早已结婚 留在老家务农 大儿子生活美满 很早以前就让陈淑珍体会到来当奶奶的幸福 可到了小儿子鸿刚这里陈淑珍判了多年 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结果 他就有病 他就没有死亡能力 小儿子如今已经38岁了 陈淑珍每次回到老家 看到家中只有小儿子和媳妇两个人孤单的身影 心中很不适滋味 他渐渐萌生了一个念头 那就是抱个挖手之心 打发媳妇个高兴 他两个人回到 哇 买买买买 他就一家打一家 他说了他就给你 就有个泡泡来热热闹闹 对吧 一家子过儿子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对于陈淑珍的这一想法 小儿子鸿刚却极力反对 两个子过了四样长 两个人好像就无虑无虑 这是记忆讲 从私人感想这是记忆讲 再就是说 从一个吃自己的想法 我心心苦悔 养一个孩子很不容易 我心心苦悔养别人的孩子 我心里冲着都不舒服 可是反对归反对 执拗的陈淑珍 还是四处打听 为儿子延续相伙的想法 越来越强烈 终于在2012年年底 有一个人找到了陈淑珍 告诉他可以卖给他一个孩子 陈淑珍喜出望外 以为多年的夙愿将要实现 所以坚持要买回这个孩子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孩子却成了日后一场风波的开始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学二 我是曹东 但凡什么东西被退掉了 一定是东西本身出了问题 那今天呢 我们接触的这个案子非常的特殊 年过六旬的陈老太 他要退掉的不是物品 而是他亲自抱来的孙女 那经验告诉我们 一定是孩子本身出了问题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继续来看 想要卖孩子的人是陈淑珍的一位邻居 与陈淑珍同住在陕西省西安市霸桥区十里铺 所以很久以前就知道陈淑珍想要抱养一个孩子 那时我妈不得有啊 你抱的吧 我说我抱的 陈淑珍喜出望外 虽然抱养孩子的想法在心中已盘算了多年 可是对于收养一个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手续 陈淑珍一直没有头绪 陈淑珍觉得 这是一个亲在南方的机会 他当即带着家人去邻居家看了孩子 孩子只有一岁两个月 虎头虎脑非常可爱 据邻居讲 孩子是自己表姐的 目前由自己的母亲刘菊梅代为抚养 刘菊梅说 自己的外甥女儿就是因为想要再生一个儿子 所以才想将女儿送人 见陈淑珍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刘菊梅画风一转提到的费用问题 可当听到收养孩子还要花钱 本就使反对意见的红刚 更加不同意母亲的做法 本身就反对这个事情 再就是我对那种卖卖儿女的行为 我觉得这就不是人干的事 可是陈淑珍却不想错失这个机会 虽然三万三千元钱 对这个农村家庭来说 不是一个小数目 可是一想到儿子已经快四十岁 还是西夏无子 陈淑珍就更加觉得 在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他反复劝说儿子 看着母亲为自己操劳了大半辈子 红刚不想让母亲到了晚年 心中还留有遗憾 他最终勉强同意 两家上养过后 红家以三万三千元的价格 买回了这个孩子 见到孩子我已经没有生气了 没有气了 真没气了 开始没见到他 我很生气 我什么气都生 但是见到孩子我真没气了 因为他是个孩子 夫妻俩给孩子取名叫小雪 随着小雪一天天长大 红刚渐渐体会到了 初为人妇的温情 而整个家中也不再像往日那样冷清 刚不完孩子 早晨每天早晨起来 今天是我干啥呢 我先洗衣服 他不清闻尿嘛 你尿了你给他就换了不行 肥腺还凉我啥 你给他每天早晨起来 今天是 很快 小雪迎来了他在洪家的第一个春节 陈淑珍大摆喜酒 宴请亲朋好友 多年来 他第一次从心里感到了满足 觉得终于可以放下担子 安享晚年了 我们去当然高兴 他也就说 像农村这也可以想来的 孩子没有媳妇的 他死去 每天才操心你娶媳妇 你娶完媳妇 现在我弄这个事情 没孩子 他又操心你这个事情 他好像他把他的心愿 全部完成了 他感觉 就好像这是他的心愿一样 洪刚说 也是在自己当了父亲之后 他才真正体会到了 母亲的苦心和不意 小雪的到来 让整个家中有了生气 整个洪家的重心 都在围绕着这个孩子 转眼间 小雪长到了一岁零七个月 眼看着同龄的孩子 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 同样期盼女儿 能喊自己一生爸爸的洪刚 却发现 小雪连简单的音节 也发不连贯 洪家人的心中 开始有了不祥的预感 为什么那娃娃 一直都零七个月了 他不会走路 也不会吃饭你 看人家的小孩 同样大的孩子 都买到个跑 然后拉着他妈 他爸 然后买东西 他这根本就没有嘛 为了打消心中的疑虑 母子俩决定 带着小雪去医院检查 可在医院 医生告诉了洪刚一个 让她无法接受的结果 虽然小雪从外表看 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她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他就说 他没有意识 他就直接就跟我说 孩子在六个月的情况下 就会有意识 比如说你 使劲让他叫做一件东西 做一件事情 一次不成 两次不成 三次五次的叫 他就因为有意识 因为这孩子没有意识 面对这个如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陈淑珍不知所措 而洪刚更多的是愤怒 他第一时间找到当初卖孩子的刘菊梅 当时我就告诉他 前一分钱少不了给我退教 把孩子的父母再带过来 我要见孩子的父母 可刘菊梅的态度同样坚决 不但不退钱 对于洪刚想要见孩子亲生父母的要求 刘菊梅居居居居 这让洪刚产生了更大的怀疑 就是在这个时候 洪刚有了报案的想法 我最起码报完案以后 他们就是输回他的父母 他最起码有案子立在这 他们不可能再一次把孩子卖掉去 2013年6月20日 陈淑珍带着小雪 来到西安市公安局 罢桥分局实力部派出所报案 经过警方调查 一个让陈淑珍和洪刚 万万没有想到的隐情浮出水面 小雪的母亲 根本不是刘菊梅的外甥女 她与刘菊梅没有任何亲戚关系 刘菊梅就说 她这个小孩子她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一年前 从个新屋的一个男女 老年男女手里买来的 听到这个消息的洪家人非常震惊 李家人仔细回忆了半年前买孩子的各个细节 越想越觉得自己仿佛落入了一个早已设计好的圈套 我说只要一经我接到她的亲生母 我把她的亲生母要接着我保安 我就为了护灾病了 你看那格子极高啊 那人就是闹着有麻辣没麻辣 她一直都没有接 一直都没有接 刚给了我的接话 叫我拿接话 那里面呢 有个女人接着 对她就说 就对她说 说你如果要钱的话 你就以后别见孩子 你如果不要几钱的话 你来什么时候来见孩子都可以 那她那边就说 那你们孩子给钱吗 我感觉他们这好像是一个集团式的 就这样 陈淑珍稀里糊涂的将孩子买回家 三万三千元对洪家来说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更让洪刚心里不是滋味的是 孩子是无辜的 还不到两岁 就被当作商品一样几度买卖 望着还不能走路说话的女儿 洪刚最关心的 已不是能否要回买孩子的钱 而是小雪的未来 洪家并不富裕 福利抚养一个不健康的孩子 洪刚以为 目前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小雪送还给她的亲生父母抚养 可通过刘菊梅 能找到小雪的亲生父母吗 而这个骗局的始作俑者刘菊梅 她卖孩子的目的 是为了单纯的牟利 还是有别的隐形 这小雪啊到现在为止还不到两岁 但是已经被人转手过两次了 应该说这个身世也是相对的复杂 那么如果您也想对本期节目有评论的话 或了解本栏目的更多的资讯和内容 拿出您的手机 扫一扫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黄丽玲律师 欢迎您 这位是宗春山 我们的特约庭论员 欢迎您 我们先了解一个法律问题 我们看已经年过六十的陈老太 实际上她的出发点非常的单纯 就是要给自家延续香火 于是呢 她花三万三千块钱 买来了一个女婴送给了儿子 是吧 但是她的这种行为 是不是已经触犯了我国相应的法律 其实我国刑法关于这一点呢 规定的非常明确 就是说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话 也是构成刑法的 是要除三年以下有序徒刑 或者是拘役管制 但是呢 这个刑法的规定呢 有一个淡书部分 也就是说收买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呢 如果是不阻碍妇女回家的意愿 或者说没有虐待儿童这样的行为 也没有阻碍解救儿童这样的行为呢 通常是不追究这样的刑事责任的 所以让老百姓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好像说买家好像从来没有承担法律责任的 这是一个错觉 但是呢 其实我们说买卖妇女儿童的话 是一个严重的侵害人身权益的这样的犯罪 所以呢 近年来也在加大打击这样的买家犯罪的这样的力度 像我们这个公安部门有一个专门的司法解释 就是对于这种打击 要严厉打击这样的买方市场 正是因为没有买方市场的话 才会没有这样的一个利益的驱使 人贩子他才没有市场的一个这样的需求的动力 所以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例案件 对于这个买家判处了有利 有期的徒刑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陈老太 实际上他当初买的时候是为了给自家延续香火 但是后来呢 发现这孩子不行 没有意识 是脑发育不良 然后呢就想给他退掉 已经花钱买来的孩子 是否允许被随意的退掉 您看一说说买来的孩子要退掉 这种让人的感觉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物品 对 而且刚才还出了一句话是吗 像已经过了保质期了是吗 这个 六月之前我给你保证退 六月之后我就不管了 这个特别上家说你这个都买了半年了 你这个时候再来提出了 我们就想到了这个三包和保质期 其实这个好像老百姓的这个意识在适用合同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再还有这个产品质量法 但是忘了一件事 我们说孩子以及妇女的话 他是一个人 这个人身权益是不能等同于商品这样子去对待的 所以呢 他们这里提到的这种退 其实也是不符合我们法律的这样的规定 但是我们要用这个法律的角度来去分析这件事情的话呢 其实他们鸿刚这一家的这种买卖呢 这种收买呢 也是没有建立一个合法的收养关系 所以这个孩子呢 其实从法律上说 他的抚养责任还是归于他的亲生父母 哦 是这样是吧 还有这陈老太啊 他这个孩子是从李菊梅那块抱来的 而这个李菊梅呢 他当初的孩子也不是他自己家人生的 而是花一万块钱给买来的 现在一转手 中间还挣了应该是两万三千块钱 是吧 那他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又是如何来界定呢 可能我们说李菊梅当初的想法 对这个李菊梅啊当初的想法也许并不是以牟利的这样的为目的 因为他开始从买这个孩子到他家庭情况发生变化 所以他觉得现在这个孩子呢 我希望把他给送出去 那个这个加价的行为呢 可能不是说他的初衷 但是呢 我们说刑法也有规定 你买孩子之后 再又转卖的 也是等同于这个拐卖妇女儿童对待 这样的一个刑法的话 像李菊梅的行为应当付五年以上到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刚才片中啊也交代了这个陈老太的儿子洪刚 他一开始是坚决反对母亲啊 给他抱一个孩子来 但是陈老太不听 现在呢又执意想把孩子退掉 对陈老太的所作所为 我想听听松老师您的看法 这个老太的做法呢 让人又可气又可怜 可气在哪里呢 把孩子卖来卖去 基本没有一个尊重 孩子像一个商品一样 但是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这个钱是最重要的 另外说他可怜的 本来买一个孩子呢或者给家寄香火的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撞成门面的 结果发现这样的一个就是有问题的孩子 所以他很没面子 也很可怜 但是反过来呢 本来是违法行为 他要请公安局来断案来处理 对对对 这个无知无畏 对 但是最后一点我觉得让人比较欣慰 就是洪刚呢 他要退的本意除了钱之外 其实他不想让这个孩子再继续被买卖了 他见对方父母的意见 就是说我希望把孩子还给他的父母 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这一点还让我们心里得到安慰的 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想大家都在猜 就是这个李菊梅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就是专门倒卖孩子的人贩子呢 您还真想错了 实际上呢 他是另外一个陈老太 面对警方的讯问 刘徐梅说出了孩子的来龙去脉 他反复强调 自己并非像洪家人怀疑的那样 是为了牟利而贩卖孩子 他也有难言的苦衷 就像洪刚的母亲陈淑珍一样 也是抱着想为儿子延续香火的想法 刘徐梅开始为儿子四处打听 不久 一个叫吴高平的老乡找到了他 他整个村子干活的 整个村子干活的 他给每一个 他到谁啊 他出事 他那儿子席子又折月子 要生啊 你没人怪 他就给他挖大庆的 大庆鸡哈 大庆就是他那挖乡给人的 那时候他生了吗 没有人 就这样 小雪还没有出生 就注定了不幸的命运 在他出生后的第三天 也有吴高平就通知了刘菊梅 据刘菊梅回忆 当时正值隆冬大月 天气寒冷 当他赶到吴家时 想保重的婴儿 已经动得快没了知觉 按照之前谈妥的价钱 刘菊梅付了一万元钱给吴高平 拿到钱的吴高平 不顾外面还下着大雪 催促刘菊梅连夜将孩子抱走 孩子就这样被带到西安 他一次资源自己 自我参加了月圆了 一直都在我 多云小孩 这就是过的 据警方事后调查 刘菊梅买孩子的目的 确实如他自己所说 是为了自家收养 孩子被刘菊梅抚养至一岁多 刘菊梅和儿子对孩子也很疼爱 可既然买回这个孩子 是为了延续香火 那刘菊梅为什么之后 又要将他转卖给红家呢 就是这个时候 刘菊梅动起了转卖孩子的念头 他让女儿找到了邻居陈淑珍 隐瞒孩子的绅士 开出了价码 毫不知情的陈淑珍 几乎没有犹豫 并以三万三千元的价格 糊里糊涂地将孩子买回家 对于刘菊梅的供述 警方产生了一个疑问 孩子的亲生父母 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 孩子的爷爷将孩子卖掉 而不闻不问呢 按照刘菊梅给出的地址 警方前往孩子的出生地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 目湖关镇齐顶村 却在村长那里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吴高平已于2012年4月去世 家中只剩儿子吴丰 和儿媳妇冯贵湘 当警方说明了一时 村长很惊讶 因为据他所知 吴丰和冯贵湘确实育有一女 可孩子已经九岁了 关于小雪的情况 村长一无所知 而吴高平已经过世 究竟小雪是不是她的孙女 现在只能找吴丰 和冯贵湘夫妇了解情况 在半山腰的一户农家小院里 警方见到冯贵湘 出乎警方意料的是 冯贵湘质地有残疾 几乎无法与人正常交流 村长说冯贵湘不仅与人 无法正常交流 在生活方面也难以自立 更没有劳动能力 提到吴丰 村长说 吴丰也有质地方面的残疾 但是情况比冯贵湘稍好一些 吴高平过世后 家中没有经济来源 两人靠低保为生 前不久 吴丰被介绍到外乡亲戚处 帮忙打工以贴补家用 其后 警方电话联系到了吴丰 向其询问孩子的情况 案件陷入了僵局 难道这一切都是刘居梅编造的谎言 可他撒谎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正当办案民警一头雾水的时候 村长回想起 在2011年冬天 一位来村中打工的木匠 曾经告诉他 自己在吴高平家附近 遇见了一件怪事 其后 村长还向吴高平询问过此事 于是 这件事就这样 被村长渐渐淡忘 直到民警前来调查 可是 对于这件事的真实性 现在已无从考证 因为秦岭村地处大山深处 村民居住分散 吴高平家更是偏僻 对于吴高平的儿媳妇 究竟有没有生下第二个孩子 除了吴家人自己 全村再没有知情人 一个很重要当时 他小孩的爷爷已经去世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通过这种 做DNA的方式来 把这个村民确认了 如果确定是这个 新无家的孩子的话 正常程序应该把孩子 松脚到父母抚养 最大风又能力没有能力抚养 这个可以叫民的部门 把这个孩子留在正常的生活环境 在了解到小雪的亲生父母 极有可能无力抚养小雪的情况后 鸿刚陷入了迷茫 几个月的相处 他早已视小雪为亲生女儿 一边是无法割舍的父女之情 一边又是无力抚养小雪的现实考虑 宋华为亲生我们现在是不可能的 宋华福利员又不放心 所以现在我们能力抚养小雪的 这都不可能 没人来的 对 最可能 有时候我看到孩子 最想 最难受 饱受煎熬的 不只是鸿刚夫妻的 我后悔你 我以为叫你 知道妈是之后 有妈大 你给我找三两块钱 不埋怨的 那埋怨的 后来也想 可以理解吧 因为 她那个 就太那个什么 反正就说 她爱自己的孩子 就成了 目前DNA鉴定结果已经得出 小雪去系吴峰和冯贵乡之女 但是 因两人没有抚养能力 警方已经联系了当地民政部门 希望能给孩子一个妥善的安置 我先来更整一下刚才的口误 实际上人家叫刘居梅 不是叫李居梅 非常抱歉 我们在纵观这个案件 除了鸿刚之外 我们发觉很多人对这个孩子 基本上就没把她当作一个人 基本上就是一个商品 也就是说 我想买就买 我不想买 然后就可以退掉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特别随便的思想呢 宗老师 我们以往这类节目很多了 更多从司法角度来探讨 这是对的 那我想换一个角度 我讲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08年中央央视的新闻调查 记者在监狱採访一个人犯的 一位女性 她说我接受采访的条件是 你要让我见我的最小的三儿子 很小 后来记者就答应她了 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的感人 虽然你看她这个犯罪分子 但抱着自己这个儿子 也是痛哭流涕 就像很多失聚孩子 就失而复得父母 亲生父母是一样的 但是最戏剧的是 这个孩子本身是她买来的 买来她本来想卖掉 但你看这孩子挺好 产生感情 对 就是把她留下 然后作为自己的孩子 最可有意思的是 这个母亲本身也当年也是被卖来的 也是被卖 她也是一个被拐卖的一个婴格 今天她同样做这样一个事情 这里面我讲了两个问题 一个我们都以为这样的人 他没有感情 很冷漠 很麻木 很残忍 但是你发现 他有感情 但是感情的前提 是他先有认知 有一个价值观 他觉得我这样做 是为了很多人家寄香火 对 是传宗接代 对 这是他的一个信念 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在犯罪 而且从他的乡的族长到乡亲们都是认同 他是一个好人好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背后 它就是我们很多的传统的根深蒂固 就是种香火 种南丁 种租 在这个基础上 可能道德法律都是其次的了 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发生在北京 20年前一个女孩 6岁上学 大雪天 结果被丢了 20年以后 报纸再报道的时候 回来了 是怎么回事 是被河北高碑店的一个村长 他派人到北京找孩子 他的儿子是傻儿子 他希望找一个女孩 能够将来嫁给他 给他传 等于他还找了一城里媳妇 是吧 对 后来这个女孩回来的时候 自己跑出来了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已经20岁了 他说我跑过四五次 都被村里和乡里发现以后 又把他送回去 他觉得是你不对 是你在逃跑 全村的价值观念不一样 对 反过来讲 是因为他 你包括这些人 他们的难言之隐 是什么 背后的傻儿子 背后的家庭 没有物质和这种经济的 福利的保障 他们要一个孩子 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 有一次延伸 对 他们传宗接代 这是根深蒂固的 可能他们认为 这个比法律还要大得多 所以他们做起来 显得非常的随意 有的时候 也显得理直气壮 我们非常关注这小雪 你看他父母 这里都是有或多或少的问题 那么他也是 叫脑发育不良 他的未来 我们非常担忧 他会在哪 其实你看 现在我们说 他的后面的这两次的转卖 其实都不是一个合法的收养 那么如果我们说 严格的按照法律来讲的话 他的抚养责任 或者叫抚养权利 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吗 他的抚养权利或者义务的话 是应该是归他的亲生父母 可是我们通过小片看到 他的亲生父母的状况 确是一个 可能他的母亲是 还需要被监护的对象 对 生活不能自理 对 他缺乏生活自理能力 应该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是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那有可能这样的话 就要我们民政部门来协调 甚至说应该是说 在他的近亲属当中 比如说祖父母外祖父母 还有是父母的兄弟姐妹当中 给他重新指定一个监护人 来保障他的一个生活的健康 对 我们看这个陈老太的儿子洪刚 他这个人呢 是感情非常的丰富的 是吧 而且呢 他对待这个孩子的态度 我们认为非常的正向 如果他确实喜欢孩子 也想延续香火的话 他怎么能够走正规的途径 抱一个孩子来 其实包括我们在这个小片当中 我觉得洪刚对这个孩子 他是有感情的 他是很担心孩子的未来 所以他才会这样一个做 如果他是想一个 对于如果这个孩子 想留在洪刚家里的话 或者是他可以走一个正常的收养途径 比如说通过民政部门申请审核 然后再审批 通过这样的一个合法的手续的话 他对这个孩子的权利和义务 就抚养的权利和义务 能够得到法律的保障 而对孩子也是一个 有一个健康的家庭 给他一个成长的环境 好 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再关注一下慈善 今天关注的是 曾经他是中国体育界的首席明星 是中国体育的代表人物 那就是姚明 在2008年的时候 发生了汶川地震 那么姚明就成立了姚基金 2013年7月1日 姚基金慈善赛在北京举行 这是致力于促进青少年健康与福利的姚基金 第三次组织慈善比赛 从2008年姚基金成立至今 已经有失都所姚基金希望小学陆续建成 而姚基金发起人姚明 作为中国体育界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明星之一 经常出席慈善活动 即派公益广告捐款捐物 扛起公益慈善的大旗回馈社会 退役后公益慈善占据了姚明生活的60% 姚明也完成了从小巨人到公益姚的转变 中国还有很多很多地方需要帮助 希望大家可以去 在今后时间也关注一下周围的那些 也许不太气眼的地方 姚明应该是一个有大爱的人 他的形象一直非常的正面 你看当运动员的时候 他这个成绩无人能够企及 但是他打不动了 因为一次意外的受伤 永久的退出了蓝盘 他又完成了从一个运动员到慈善家的角色的转换 到现在为止 姚基金的希望小学一共是15所 受益的孩子超过了9000名 我们来看几张图片 应该说体育界做公益的 当然并非只有姚明一个人 包括他的前辈李宁 李永波 人家曾经驻镇奥运公益歌曲 早在2001年 李宁就发起成立了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 在公益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就 还有现在我们看到是 再来看张一宁的照片 张一宁是北京籍的 天王球的世界冠军 是吧 他也是多次参加类似的这些演出 在这我想听听二维的意见 因为在中国运动员做慈善 已经慢慢的普及起来了 这件事情 钟老师您怎么看 的确是我也发现 我们体育明星要比影视明星做慈善更多 好像动静大 这一方面跟他体育精神有关 就更高更快更强 本身这样一种拼搏和挑战 使一个人对未来 对积极的东西追求更多 所以我就要命一个成功的 这种华丽的转身 给很多明星做了一很好的示范和榜样 对 而且我们说一提到慈善的时候 我们说想到企业家做慈善 可能想到说他捐出了多少钱 但其实我们说企业家做慈善 还是一个商业的行为 但是这种体育明星的话 它更多的是一个叫社会影响力 它的精神支柱 比这个金钱的价值会更高 一个不满十天的女婴 惨死树林 首先是包裹好的 然后外面还套了个袋子 一个痛彻心扉的决定 引发血案 一会儿你都舍弃 我来往自己眼前去上 血案血亲迷案敌局 一个家庭无法言说的隐秘 树林里的女婴 热线十二明日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